重心驚慘是在加吉市 这是加吉市政府今天推动到公共变速林阳 鼓励企业林阳公共变速 让企业用公共变速作为公共生团 政府可以监察到维护公共变速的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加吉市环保局高和发表到公共变速 得有认真的成果 台大所的民众对到公共变速的影响 台北分都是垃圾和糙米 为了要来建设成结束时的公共变速困境 提供民众进行到新規的变速空间 江亿市政府环保局推动 企业人用公共变速的计划 今年海底八卦台湾中央公司 特和环保博物公司在来的企业团体相应 总结人用67座的公共变速 当时还配合到江亿市公共变速科学兵杆 总共有11座的公共变速通过得有认真 江亿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积极推动 如厕新文化 希望把工作形塑成一个不湿不张不臭的一个环境 提供给我们市民朋友使用的时候 有一个愉悦的心情 所以我们积极推动公厕任养 那公厕任养包含提供耗材给公厕进行使用 像今年度中央公司就提供了预测清洁器 提供给江亿市所有的公厕进行使用 那也有我们的环保志工队是加入我们公厕巡检的行列 如果发现公厕有张物的状况 就会立即通报管理单位来进行清扫 那希望说我们的公厕都有个干净的环境提供给市民朋友做使用 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在使用公厕的时候 共同维护公厕的环境卫生 把干净的环境留给下一位使用者 那也体恤我们清扫同仁的辛苦 公厕变素是下期基础公共建设的一部分 为民众来提供方便的诉求 同意市政府宽布局将持续推动公厕变素人用的工作 辅助公厕变素管理单位 参加科学敏感工作 其他透过政府和民间的两个结合 设置行动共同参加公共设施为何 辅助民间公布门向下的好业 最新新闻就丁属翁俊桑一期 彩虹博德